说到公园景区的文创雪糕,就不能不提到玉渊潭公园。 2016年,玉渊潭公园在公园景区中最早推出了文创樱花雪糕。 长这样,现在看来是不是很简单? 不过那时候可是独一家,别的公园景区都没有。 到现在,樱花雪糕已经持续推出了七年。 今年的最新款不仅有樱花造型,也有国风款团扇造型,而且是双面双色的。 无论颜值还是口感,都比过去大大提升了。 即使现在过了樱花开放的季节,雪糕依然是不少游客来源的选择。 他们把传统的一些IP和现在比较时尚的元素结合在一起。 就像这种都是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种类吧, 然后也可以促进消费的同时,就也能宣传出自己这个景区的品牌。 目前,玉渊潭的文创雪糕分为三种价位, 分别是18元的第五袋雪糕,29元的第六袋雪糕和35元的第七袋雪糕。 在景区里面,就是来说,肯定不能跟我们在平时吃的那种雪糕相比。 就在景区里面,这种雪糕价格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这种人文,然后还有一种关于景区的一些理念那种的。 我们做了一个工艺升级, 而且我们的产品跟我们公玩的属性和文化更结合。 客重,由原来的70克,变成了81克。 它可以有多种选择, 而且园内也有一些其他品牌的冰淇淋、冷饮, 这些产品也供广大游人选购。 我们把冰淇淋放过来一两个冰淇淋放在筰淇淋。 很多冰淇淋放在強烈中困淇淋放在百米淋放下的内容和冰淇淋放在沙都预稍走呢。